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表示 在北爱尔兰问题方面 双方谈话进展融洽 但是外界认为这种融洽只是暂时的 七国领导人峰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 在英格兰西南部地区康沃尔正式召开 但在会议前夕 英国首相约翰逊同美国总统拜登已提前在康沃尔会面 此次峰会 英美两国领导人就新版大象宪章内容达成一致 这份宪章是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发表的政策声明为蓝本 涵盖八大领域以巩固英美之间的贸易 旅游 气候变化和科技联系 拜登在会后发表声明坚持使用约翰逊早前表示反感的特殊关系四个字 来形容目前的英美关系 谈及北爱尔兰问题 问及拜登是否对英国施压 约翰逊表示双方对话融洽 英美关系有着巨大的战略重要意义 英美分析称本次峰会有意强化七大工业国之间的合作 共同应对中俄发展 英美尽管存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深厚的友谊 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任何嫌隙 北爱尔兰的问题一天无法解决 就一直会是英美两国的新投资 这是拜登自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 英国就是第一站 外界则认为如何强化这种英美之间的盟友关系形势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于汉逊而言 眼下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这次峰会 同美方达成贸易协议 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凤凰卫视 许良陈勇 伦敦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自11号起在英国康沃尔召开 会议持续三天 目前与会的各国领导人正在陆续抵达 而在峰会前夕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私人会面 另一方面 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会向疫苗紧缺的国家捐赠1亿剂新冠疫苗 而七国集团预计将会累计捐赠10亿剂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峰会举行前一天的10号 乘专机抵达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是10号到达当地 英国外交大臣特使巴特勒到机场迎接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夜幕中抵达康沃尔机场 他启程前表示 将向与会者说明日本会彻底做好防疫措施 办好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夫妇则在度假圣地卡比斯贝 接待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美国总统拜登及第一夫人吉尔 拜登夫妇忙里偷闲 在下榻酒店巴区小酌一杯 此次峰会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七国集团领导人两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 除成云国领袖外 会议也邀请了澳大利亚 韩国等领导人参与 预料议题将包括疫后复苏 疫苗供应等 有非政府组织在会议举办地的海滩上 制作了一幅七国领导人肖像的巨型沙画 呼吁他们表态支持有关国家和企业 豁免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 以缓解疫苗分配不平等的现状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倡议 暂时豁免疫苗专利 遭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反对 认为豁免权并非解决疫苗短缺问题的有效之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10号还宣布 继国集团成员国将向疫苗紧缺的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 其中半数来自美国 英国则会捐赠1亿剂 英国将在9月底前率先送出500万剂 年底前再送出2500万剂 此举止在助力全球在明年底前都能接种疫苗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吴雪岚女士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吴女士您好 中文好 陈子 美英这对传统盟友在拜登上谈之后呢 虽然就新的大西洋宪章达成了一致 但是呢在北爱等议题上还是有暗涌 您如何来看待当前的美英关系呢 应该说拜登这次出访呢 他非常希望能够拉着传统的民主价值观很接近的盟友 一起来实现他对抗中俄的一个目的 但是就目前这次他和约翰逊见面 以及之前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啊 其实呢英美之间还是有分歧有矛盾的 不是说靠一份新的大乡宪章就能够掩盖分歧 你比如说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北爱的问题 我们知道啊 这拜登呢他是有爱尔兰血统的 所以呢其实就在借约翰逊之前 拜登只是美国驻英国的外交官 对约翰逊政府是提起了一份外交召会 就说英国脱欧呢 对北爱协议是有一个破坏性作用的 哇我们知道外交召会这不是轻轻松松的 而是警告性 以及美国对英国在这个事件上的强烈不满 是表达的淋漓尽致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不会靠这一次会晤就能够消弭 那么再有一点 其实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交啊 对于两国关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你看看拜登眼中约翰逊呢就是一个翻版的特朗普 所以可想而知啊 他们之间这种信任啊 包括他们之间的喜欢应该还是比较难建立起来的 而约翰逊方面啊 他对于美英特殊关系这个说法 一直就很不满意 那前段时间呢 美国的大乡月刊已经透露出来了 在有一次和拜登通电话的时候 约翰逊就说 他不喜欢美英特殊关系这两个字 那约翰逊希望的是美英紧密关系 或者说同盟关系 但是特殊关系呢 就会让大家想起以前美英关系 那是什么样的 是有主有赐有尊有卑 约翰逊脱欧 他要的就是希望要打造一个全球英国 而不希望呢 英国再回到曾经 显得是缺乏活力的 显得是软弱的 所以这个特殊关系恐怕很难重建 称子 好的感谢吴女士 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 台湾新冠疫情延烧 对于12号开始一连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 为避免返乡人潮引发感染风险 官方寄出了交通管制 高速公路控管车流量 公共运输调整承载量 而民众也纷纷退票 减少跨县市的异动 台湾官方实施疫情三级警戒到28号 针对12号开始一连三天的台湾端午假期 为避免民众返乡群聚 官方首度在疫情期间 启动高速公路流量管制 控管车流的量化 我们是在沟区交通量的二分之一 再来做规划 那一共产生的对地方的交通影响时 我们会请警方来跟我们协助 15个服务区所有的卖场 我们会停止营业 在公共营输方面 火车高铁和公路客运承载率 也下降到20% 承载率大降的情况之下 官方也规定在车厢里面 乘客的座位都必须要保持适当的间隔 那如果民众要退票的话 也不用收取手续费 根据官方统计 火车高铁和公路客运的退票减幅 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民众避免跨线式移动 担心增加感染风险 因为会担心就是会把那个 万一沾到病毒的话 或者会感染到家人这样子 因为在家里是不会戴口罩的 当然很担心啊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确诊的案例都是可能 无意间的只是这种交流接触就 就可能有确诊的机会啊 因为现在减班 所以就变成反而车次里面搭的人 可能也很多变多 疫情中灾区新北市 市政府呼吁公务员坚守岗位 不要返乡 并要求市民保持低度活动 降低接触感染机会 凤凰威胁蓝镜图陈建达 新北报道 台湾在10号新增新冠本土兵力263例 3例为境外输入兵力 另外新增了28例死亡 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新北现场的特派记者蓝镜图 来了解一下 镜图你好 陈子你好 台湾疫情严峻 但是疫苗短缺 近期甚至爆发了违规私自 接种疫苗的风波 对此台湾官方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好了陈子台湾现在真的需要非常多的疫苗来缓解疫情 官方针对今天上午召开的全台防疫会议也做了一些重点的部署 其中在下周六月十五号即将释出的一百二十四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 原本接种对象的是一到七类的人员 不过现在官方盘点一到六类的人员包含医护医士人员 还有地方政府防疫人员高风险工作人员以及75岁以上的长辈等等这些人就已经多达了两百六十七万人 因此一百二十四万剂的疫苗根本不够打 所以第七类的人员呢必须要经过特别审核的方式才有办法来获配这一次的疫苗 不过据我们掌握到的一个消息被归类在第七类的军方人员在这一次是有获得大约是四万剂的疫苗 另外针对近期爆发非常多特权打疫苗的事件 官方也表示强调说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施打 否则就要来追究行政以及司法的责任 而同样因为缺疫苗官方的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呢 陈时中在今天也再次的强调六月底就会来审核台湾岛内的两家生技公司所产制的疫苗 力聘要在七月让这两款疫苗能够紧急授权上市 陈子 好的感谢净土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表示 符合接种条件的台胞可按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 马晓光说对于搭乘民航客运航班来大陆的台胞 只要符合接种条件可在严格执行入境防疫规定 包括登机前和抵达之后自愿和知情同意前提之下 按照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 他表示十分理解台湾同胞为维护生命安全健康 迫切希望尽早接种大陆疫苗的心情 愿意尽最大努力来提供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5月31号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已经达6.2万人 马晓光还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认真倾听岛内各界和百姓声音 尽早地拆除大陆疫苗输台的人为障碍 让广大台湾同胞早日地就地接种安全高效的大陆疫苗 广东省在10号新增9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都在广州市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11号上午举行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峰指出 按照分区分级分类的原则加强人员管控 全省划定高风险地区两个中风险地区14个 严格将密接次密接人员全部集中隔离 分级分层推进核酸排查 通过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茂名佛山深圳分别自5月26号6月5号7月7号以来 无新增个案通报 而广州市近期新增病例多来自已经封闭管控区域和隔离观察人员 专家研判认为广州市疫情形势趋于缓和 在向积极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不排除还会有散载病例发生的可能 好 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人在广州的特派记者陈瑞希来了解一下 瑞希你好 一号 陈志 广东省及广州市今天上午分别召开了疫情防控发布会 请问分别公布了还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呢 好的 陈志 那么在今天广东省的发布会上其实有两个重点是比较关注的 一个就是您刚刚所说的 在这一次因为有前期的大规模筛查 包括对各城市的一个分级分的一个管控之下 目前茂名佛山和深圳 自5月26号6月5号和7号是再没有新增病例 而广州的疫情大部分也是控制在封闭和管控的一个区域 那么所以对于这一次整体的一个方向和形式的判定 广东省卫健委专家觉得现在目前广州的疫情是趋于缓和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另外也是朝着这个积极和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截止到目前广东全省有这个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是达到了140例 那么针对从这个冰镇来看呢 目前有这个11例的重症和微重症 那么有90多例也就是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普通型的一个患者 那么另外呢也有20几例的这么一个轻症的患者 那么目前呢大部分的这个患病的这个群体呢 是一个这个老人和小孩居多 那么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占据了三成以上 所以呢广东省的卫健委呢也是表示目前全省正在集聚这个最好的一个医疗资源跟专家 包括中南餐的团队也是参与全城指导当中 那么针对这些重症和微重症的病人呢展开中医结合的一个方式 对他们展开全力的一个救治 是好的感谢瑞希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亚洲地区疫情紧张 台湾本土疫苗遥遥无期 广州本轮疫情零号病例还无迹可循 日韩疫情尚未受控 东京奥运是否还有变数 而韩国旅游气泡又将会如何推行 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八点将会推出抗击新冠疫情特别节目 为您进行深度报道和分析 敬请收看 好 我们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今天走出分化行情 目前韩国股市上升接近0.6% 台湾股市也上升大约0.4% 日本股市则在平盘水平徘徊 内地沪山两市震荡走弱 但是创业板指逆势小涨 据起来看 户指在中午报3601点下跌9点 跌幅是0.25% 半日成交2923亿元人民币 山城指中午报14816点下跌76点 跌幅是0.51% 半日成交3820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26点 但是受制于十天线 横指在中午报28851点 上升112点 升幅是0.39% 半日成交682亿港元 美国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美元汇价偏软 而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则是反至超过一个星期的高位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五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3856 比周四的中间价上调116个基点 创了6月3号以来的最高 集期会价开盘报6.3853 比周四的收盘定盘价要升50个基点 中国将不再对不分光伏项目做出补贴 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出公告 表示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 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路上封电项目 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实行评价上网 同时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支持光纤发电 路上封电 海上封电 光热发电等新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知又提到2021年新建项目上网电价 会按照当地的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 新建项目可以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 形成上网电价 以更好体现光伏发电 封电的绿色电力价值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在10号表示 英方不顾中方反对 执意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对于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违反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且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 所谓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完全是伪命题 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 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没有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后 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中国政府管制香港的依据 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而非中英联合声明 任何外国无权借口联合声明 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发言人说 所谓中方压制香港民众权力自由 纯属颠倒是非 香港回归以来 中方始终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 香港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自由 香港国安法旨在有效堵塞 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 针对的只是极少数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民众 依法享有的权力自由 发言人指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将更好推动香港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更好保障香港民众权力自由 有关举措得到香港民众的 普遍欢迎和积极支持 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完善一国两制 有利于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也符合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在港公民和企业 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发言人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在周五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英国在6月10号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 对香港的不实评论 香港特区政府在声明中强调 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权 直下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切合香港市民的利益 满足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需要 以及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按国际法和不干涉的基本原则 外国政府不应企图干涉香港特区的事物 针对英方报告中有关香港国安法的内容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抹黑香港国安法的评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明显属于双重标准 任何客观的人都会看到 自香港国安法落实以来 对商业活动极为重要的稳定 在香港社会得以恢复 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保障 市民可以继续依法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明确定明 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定义严谨 奉公守法的人士不会误堕法网 发言人重申 香港特区有关执法部门 是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 以及有关人士或单位的行为 而采取执法行动 与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 另外针对报告中 涉及有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内容 声明指出 香港特区政府坚决反对 外国政客对中央完善 特区选举制度的误导性言论 和别有用心的意图 并强调完善特区选举制度 是及时和必须的 反中乱港势力 在香港立法会制造混乱 瘫痪特区政府运作 甚至勾结外部势力 损害香港的安全和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 会对上述危害视而不现 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确保 选举在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下举行 针对英方报告中 关注香港特区司法独立的部分 香港特区政府的声明强调 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权 是香港特区基本法所规定的 同样受到基本法保障 基本法第二条第十九条 及第八十五条定名 香港特别行政区 享有司法权和终审权 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凤好卫视赵领峰香港报道 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宣布 截至到十号晚间 秘鲁总统选举票数统计 大约完成了99.4% 自由秘鲁党候选人卡斯蒂略 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但是秘鲁官方仍然没有宣布 最终的选举结果 目前自由秘鲁党候选人卡斯蒂略 得票率为大约百分之五十点二 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 滕三庆子的得票率为大约百分之四十九点八 二者的票数相差大约六点二万票 此前卡斯蒂略所代表的自由秘鲁党 向秘鲁全国选举法院下设的 特别选举陪审团提交了申请 称有选举点或存在违规行为 而滕三庆子团队也曾经表示 选举存在违规行为 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 科尔维托十号在社交媒体表示 已经处理了百分之百的选票 指选举一如承诺的那样 安全平静透明 并且没有违规现象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特快 我们再会